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连堂香源围口岸客运通道啟用后首个周末 口岸停车场一早就有大批私家车排队 政府曾提议驾车的人在停车场拍下车之后步行过关 不过运输署早上10点半已经宣布大约400个车位已经拍满 停车场之后要求没有预约的车离开 在场有警员协作 爆满情况之下依然继续 部分车更加要拍在行车通道上 等了一整个小时 差不多一个小时 我约了其实正常有位置 但是不知为何它会给我这样的位置 不少人就改搭巴士前往口岸 承巴说客量较平日和时段高出近三成 已经加密往来粉岭上水B7号线和开办连接大埔沙田的B8号线疏到人流 在出境大楼人流不算多不用排队就可以过关 向原围口岸开通之后在这里过关的人数持续增加 星期五增加到近7000人士 车费会相信会便宜一点 因为始终去罗湖那边出入都是贵一点 连堂口岸商业城大部分的店铺仍然未开业 市民如果有食物或者买东西消费多一点的选择 最近的大型商场就要搭地贴或者巴士等大约20分钟才可以到达 有港人北上也都有人南下 纯粹有不少职日来回的旅客 因为它开放了就见一些亲戚朋友 黄金之旅买一些护肤品 因为回路问题可以赚一个回路的差价 下来商场 然后逛逛街吃东西 吃了一些寿司 然后我带朋友来买了个电脑 他又希望可以尽快取消回内地的健康申报黑马 可以更方便多点来香港救费 无线电视记者周俊峰报道 首个内地点对点旅行团 经连堂香园围口岸直达海洋公园一日游 旅行团的负责人说 布团踊跃有随团的旅客自行流港继续观光 140个由广东来的点对点旅行团游客 早早在连堂集合 上跨境旅游巴士 过关之后直达海洋公园 原方安排欢迎仪式 又向游客派纪念品 有游客觉得方便 不用10分钟就过关 团费亦都给成人入园收费 折合大约428人民币便宜 团友早早10点半入完之后自由活动 直到下午5点旅游巴接他们回程 其中30个团友自行订酒店过夜 流港继续玩 包括吴先生一家六口 旅行团负责人说 今次首发团反应热烈 原定一团50人 结果比预期多大约两倍 我们也是听说这个口岸通关非常方便 所以我们才决定从连堂口岸出发 来走这一趟行程 大家其实报名的热情还是蛮高的 只不过可能现在签证各方面 尤其很多小孩子 他的签注现在不能在机器上签 本来我们报名的人数更多 差不多170人左右 他说旅行社来近这个星期 会推出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点对点新路线 每个周末可以早五团来港 预计暑假的时候 生意额可以恢复到疫情前六至七成 《无线电视记者》札玥文部导 教育局局长蔡若年说 正是安排跨境小学和幼稚园生 搭校巴可以免落地过关 亦都会在月底 会检视学生每日做快速的安排 如果疫情稳定 下个月有机会取消 跨境中学生 星期三恢复来港上堂 教育局局长蔡若年形容 过程顺利 但留意到 连堂香园为口岸 巴士班次校为疏 令到学生迟到 已经向巴士公司反映 跨境小学和幼稚园生 今个月22日也会复课 蔡若年说 学生可以搭跨境校巴免落地过关 健康申报也有特别的安排 幼稚园因为他们真的要坐 一些两地的跨境巴士 会比较方便和安全 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陆续 那些通行证等等 教育局都已经批出了 包括香港的校巴和跨境巴士 他们拿着这个统计 他们会大概在哪些关口 就和相关部门去申请那些许可证 以及人手 最重要是要聘请那些人手 已经可以即时开通 知道深圳海关那边都很好 又为我们这些小朋友 安排一些便捷的措施 包括其实是家长可以帮小朋友申报了 然后就CAPTO那个黑马 然后就打印出来交给保姆 保姆就用这个纸本 集体帮小朋友办理这个申报 至于学生每日上学校前的快測要求 初约联华会维持到月底 局方会检视校园运作情况 和疫情发展 征询专家意见之后 3月有机会取消快測要求 对于公民科内地考试团 会优先安排明年要备占文凭市的中午学生参加 早前公布22个1至3日广东省行程 被指是酒马汉花 蔡玉莲说因为同学要适应 恢复面秀货后的进度 所以浓缩行程未来会检视安排 慕斯尼斯记者 侄卷问不到 沙特国营食油公司沙特亚美 会不会来香港第二上市 目前仍然是未知数 港交所行政总裁欧冠清说 为了保障投资者的利益 不会谋言修改上市规则 钟卓希在迪拜报导 市值2万多亿美元 被形容是全世界最赚钱的公司 沙特国营石油公司沙特亚美 一直是香港争取来上市的对象 应不应该再一步放宽上市规则 去吸引他们来香港呢 随同特首出访中东 有份和沙特亚美会面的 港交所行政总裁邱冠清 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 方便企业来香港上市的同时 要确保投资者的利益得到保障 他相信香港和沙特亚美 将来肯定有更多合作空间 这次中东之行 港交所和沙特政交所集团 签订合作并忙碌 将会在发展金融科技 互挂上市和可持续发展 探讨合作机遇 欧冠清说 两地在发展上高 有不少的共通支柱 欧冠清说 两地在发展上高 有不少的共通支柱 欧冠清说 中东市场发展得很快 当地的商界也很希望 加大在中国的投资 重视粤港澳大湾区的投资机遇 港交所现在在上海、北京、新加坡 和美国的纽约都设有办公室 吸引海外企业来香港上市和集资 欧冠清说 计划逐步扩展版图 不排除在中东都会开设办公室 母线电视机 就在中卓熙 在亚联邮迪拜报导 沙特正是推动在沙漠 兴建新美来城 有香港公司有份参与体育场地设计 形容香港业界有国际视野 在沙特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中卓熙和一位港商聊过 在沙漠之中 兴建年绵170公里的摩天大楼 这个叫做Neom 新美来城的救司 围处在沙特西北部 没有汽车和公路 标榜、另摊牌坊 看电路特效或者觉得科幻 但最快七年之后 真能够亲眼见证 这座有望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建筑 由港商参与其中 负责设计和规划 城里变部份马术和运动场馆 李兆荣是一间设计顾问公司的负责人 跟随特首访问中东 去到沙特黑潭生意 说掌握了更多的项目细节 对往后在当地发展更加有信心 我很多东西想起来 因为那里需要的太多 我最想在那边做到一些 真是灵探的实质方案 因为他们亦都很有 很勇敢 他们想试很多新的东西 在香港可能还是很担心 这件事做不做到 他们已经是完全没问题 我们试吧 他说一定会加强在中东投资 相信港商在沙特发展有优势 香港其实国际视野很强 亦都很有效率 其实因为他要 刚才说的Vision 2030 要在这么大量 这么大规模 香港的专业人士就比较适应 因为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做 那个效率性 那个专业性 和处理这样的规模 这件事都是很吸引 李小永就说 相比好像迪拜这些已发展地区 周围已经建好了高楼大厦 在沙特阿拉伯 就可以给香港的建筑业界 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机会 无线电视机 就在中卓熙 在亚联游迪拜报导 线热食一会儿 稍后回来有其他消息 听得到的戏 看得到的音乐 你有没有欣赏过呢? 西九戏曲中心第一次举行 一连两日共用剧场 配合场内不同支援 比有特别需要的人 一起欣赏戏曲 西九戏曲中心 这日的剧场变得不一样 有他 亦都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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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和服装的颜色 有些人拿着给他 他去前闖 他也捅住他 他就捅住他 他就搖来搖去 他解释得很清楚 怎样令音乐听得见? 射端侯传 可能做个鹰的动作 然后就打很仰慈的射箭 我只能交代高音、低音的感覺 更加到位可能是在扮著鳥聲、牛聲 看到有感到一起哭 這就是對我來說最滿足的一件事 劇場亦特別調整燈光和音響 照顧對強光或聲音等較敏感的觀眾 有需要的觀眾可以在入場領取一個電子服務令 如果在演出期間覺得不舒服或需要協助 只需要按一按手上的鐘 職員就會根據登記的座位編號前來協助 無線電視記者葉子華報導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辦主任王毅 向尼加拉瓜總統顧問盧雷·雅諾表示 中尼復交超過一年快速推進各領域的合作 王毅昨天在北京會見盧雷·雅諾 說實證明中尼復交順應歷史潮流 符合兩國人民利益 中尼在反對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強權政治、單邊霸凌等重大問題上 有著相同或相近的立場 中方感謝尼方堅定支持中方維護自身核心利益 亦都將會在國際舞台上為尼加拉瓜仗義執言 中方願意與尼加拉瓜共同捍衛國際關係基本準則 尤其是不干涉別國內政準則 盧雷·雅諾說 復交以來雙方各領域合作迅速發展 願意與中方推進全面自貿協定商談 歡迎中國企業到尼加拉瓜投資 法國公會再號召全國大規模示威 反對政府退休制度改革 首都巴黎有大批民眾手持標語示威 不滿當局計劃將法定退休年齡由目前的62歲提高至64歲 並且推遲領取全額退休今年齡 法國最大公會勞工民主聯合會 星期日將會在全國舉行約250場集會 呼籲更多人走上街頭 並預定星期四再發動罷工 迫使總統馬克龍撤回改革方案 多國公會發聯合聲明 警告若果政府不回應他們的訴求 計劃下個月7日令全國停擺 馬克龍早前強調 退休制度改革有必要 以確保退休體系收支平衡 美國戰機在阿拉斯加 接近加拿大邊境激落進入領空的不明飛行物 暫時未清楚來源 下令激落的總統拜登說任務成功 加拿大總理杜魯多說支持美國的決定 美國國防部說地面雷達 星期四偵測島在4萬呎高空 一個由東北方向飛來的不明飛行物 軍方派出F-35戰機升空視察 最終在東岸時間星期五下午接近2點 美軍F-22戰機在阿拉斯加北面對開海面 接近加拿大邊境 以響美射空對空導彈將不明飛行物擊落 國防部發言人賴德說 這樣作為考慮到民航飛行安全 美國聯邦航空總署在行動之前 暫時封鎖阿拉斯加戴德豪斯附近的領空 由於被擊落的飛行物跌落結冰的海面 官員相信可以更快打撈碎片 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阿比透露 今次被擊落的飛行物只是一架小型汽車的大小 看起來沒有人操控又風力驅動 目前不知道屬於哪一個國家或機構 當局會分析碎片調查 阿比說總統拜登在國防部的建議下下令擊落飛行物 拜登就形容今次的任務成功 加拿大總理杜魯多在社交網站發文 說支持美國的決定 今次是一個星期之內 美國第二度擊落在領空的飛行物 有分析說是極誤尋常 反映拜登受到公眾壓力 美軍上個星期發射導彈 在南卡羅來納州沿岸對開擊落 進入領空多日的中國氣球 中方強調美軍擊落的是民用飛艇 用於科研 批評美方過度反映濫用武力 無線電視記者楊潔儀報導 美國商務部宣布 將五間中國企業和一間研究所列入出口黑名單 商務部說這六個中國實體涉及中國氣球 進入美國領空事件 說他們支持中國軍事現代化 特別是解放軍的航天發展計劃 包括飛艇和氣球 強調這次決定是展示政府阻止解放軍使用偵察氣球的決心 美國早前出動戰機 擊落一個進入美國領空的中國氣球 說氣球是用於間諜活動 中方指無人飛艇用於氣象等科研 受到西方大影響誤入美國領空 說美方使用武力襲擊民用無人飛艇是反映過度 嚴重違反國際慣例 中方保留作出必要反映的權利 各位好,我是來集號 本台發現打鼓領平邪洋 有人霸佔私人農地 非法搭建鐵皮屋出租甚至出售 負責人更加說如果政府收地有機會獲賠償 席政總署就說有關構築物未經批准 已經按照適用程序定期 這裏是打鼓領平邪 由大街看不到民居 但是沿通道行大約一分鐘 就會見到多間鐵皮屋 估計大約有200戶 這個400呎的單位賣60萬 負責人說同類單位很受歡迎 為何買樓只有一份協議書呢 原來全部的鐵皮屋都是霸地建出來 連賣家都沒有業權 本台將相關地段的資料轉交地政總署 處方調查後證實這幅土地是私人農地 不得搭建未經批准的舊植物 曾經向有關地段業權人發警告信 但是業權人未有案要求 在限期前糾正違規的情況 處方已經定期 至於非法佔用政府官地的情況同樣嚴重 好像橫州這一帶的官地 2016年已經被揭發 有人霸地進行棕地作業 其中一部分土地收回後為封 但是現在再被霸佔 用來泊車和放雜物 2021是這輛車 2022是這輛車 2023仍在我們面前這輛車 都是放在同一個位置 地政總署說 2021至2022年 處方就大約19000幅被不合法佔用的政府土地 採取土地管制行動 檢控了31宗 他認為政府要加強執法力度 也要大幅提高罰則 才有阻嚇力 無線電視記者趙彥廷報導 高鐵西九龍站上蓋地盤有吊機倒臨 攝氏吊機的原臂屈曲變形 停在建築物頂部 工人之後移除損壞的部件 地盤所屬的新鴻基地產說 西九龍站上蓋項目一部吊機 在運作前安全檢查時出現技術問題 工作人員即時停止測試 事件中沒有人受傷 而通行不停車繳廢 今月20日起在青沙管制區推行 大個別車總貼团貨 有的事業界說 東古代一個星期前 先通知商用車有新安排 兩個星期之後 青沙管制區收費庭將會停用 洗過的車憑著車輛貼或者車總貼可以付錢 沒有貼價便會收到繳快通知 有車主說大約一個月前 網上申請了車輛貼 但仍然未收到 所以親身來易通行客戶服務中心 排了個幾宗辦手續 整個安排都很混亂 我覺得人手不夠 地方又細 實行得比較闖說 很多事都未做完 私家車可以免費申請第一張車輛貼 日後直接在連接的戶口過掃 另一款車總貼類似儲值車輛 按不同車種賣100或200元 服務中心貼出告示 說的士的車總貼已經賣完 下個月初才會補貨 當局建議的士和小巴車行 以及車主繼續用車輪貼 再用易通行手機程式入面的功能測帳 或者是額外買雙用車司機卡 一司機一卡 當間的時候插入底座 就可以識別到是哪個司機分帳 1月31日收到政府通知 就說比較適合一些 應該用車輛鐵和家的司機卡 會好些 營運的時候司機開工 就用一張司機卡 裡面當然是有一個充值裡面 增值了裡面譬如有戶口 甚至乎或者自己可以用QR Code 70去增值 他建議在專用器站增加服務點 方便司機了解和申請易通行 母線電視記者賴君瑞不斗 MIRROR演唱會事故中 重傷的舞蹈員李啟然 在外骨格控制模式下 在學行路上踏出第一步 李啟然爸爸李盛林 在最新一封道討信中透露 兒子隨著外骨格的步伐 走完整條走廊 在場的家人都激動流淚 李盛林期望下星期和往後治療 兒子能自己逐步掌握和控制學行的步伐 另外醫生都準備在適當和安全情況下 為李啟然拆除尿後 土耳其大地震連同敘利亞 增至超過25,000人死亡 雖然救人黃金時間過去 但災區仍然傳來好消息 奧地利救援隊宣布 因應災區治安惡化暫停搜救行動 地震發生第六日 救援人員仍未放棄一絲機會 參與救災的以色列國防軍 在東南部卡克拉曼馬拉什 發現一名被困的9歲男生 為他注射藥物和保暖 在他被困120小時後 成功把他救出 東南部一個5歲女生 和兩名在雅力堆被困128小時 和122小時的女生 也成功黃救 不過救援工作並非一帆封信 有救援人員搜索處廢墟的時候 有大量雅力堆突然倒塌 德國救援隊 早前是哈塔伊救出的一個40歲女人 送完一天之後離世 有醫生說 症患者獲救48小時內的死亡風險 仍然很高 部分災區也都出現搶掠 有民眾擅自進入損位的店舖 拿走物品 奧利利軍方宣布 由於災區治安惡化 暫停在土耳其的救援行動 總統埃爾多安到迪亞巴克爾 視察災區 說土耳其南部數以十萬房屋 已經不適合居住 會盡快展開重建工作 又說政府已經在災區實施緊急狀態 警告若果民眾搶掠和枉架 將要承擔後果 至於同樣受災嚴重的敘利亞 民間人道救援組織白頭規劃 經過108個小時搜救 相信生還機會渺亡 宣布停止搜救行動 中國災害防禦協會 早前也呼籲 還未啟程的中國救援人員 取消或者終止行動計劃 多國救援物資已經分別混 抵敘敘利亞和土耳其災區 世衛總幹事譚德塞 帶同價值29萬美元的救援物資 抵達敘利亞重災區阿勒河 特區政府跨部門組成的救援隊 在土耳其分成小隊 到不同災區協助搜索 是其中一處救出3名生還者 保安局說 當地時間下午6點 香港救援隊在哈塔伊災區 搜救到3名幸存者 另外消防處攤塔搜救專隊 責任的位置輪近國家救援隊 國家應急管理部地震地質師師師長趙明 在團隊招組集的時候 曾經為香港救援隊打氣 劉揚土耳其的中國女足球員李嘉月 遇上大地震發生一刻 說震感非常強烈 之後和球隊在風雪之下逃離載區 土耳其大地震發生近一個星期 現時效力土耳其職業聯賽的中國女足球員李嘉月 在社交平台報平安 他說事發當晚入住的酒店正正位於金錢災區亞達納 半夜被強震搖醒 他和隊友之後走到酒店大堂站備 幾個小時後 和球隊搭旅遊巴前往安卡拉 沿途遇上大風雪 之後轉飛伊斯坦布爾 等到落地那一刻 我直接整個人就崩潰把褲在座位上 就當時就覺得我活著回來了 他說回到宿舍之後 第一時間是收拾一個屠生豹 他之後再接受CGTN訪問 說到現在仍然有些應激反應 而受大地震影響 他效力的球隊暫停訓練到月底 無線電視記者曹家榮報導 廣東河原市發生4.3級地震 之後發生超過70次余震 暫時未有傷亡報告 半港天文台都接到市民報告 閉路電視片段淵倒地震發生一刻 河原市有民眾慌忙走避 油菜梳化的小童被家人捉起雙腳 帶到屋外面 以為樓上就是小朋友在那邊打鬥怎麼走的吧 後來發現就是一直還是在震鬥 然後我就反映出來了 原來是技術人 地震發生在早上10時41分 震量位於原城區 震源深度大約11公里 強度達黎克特制4.3級 是當地近三個月以來第三次地震 地震之後一個小時已經發生70次余震 廣州、深圳等諸三角地區震感明顯 半港天文台說接獲超過10名市民報告 說感到輕微震動維持了幾秒 今次發生地震的維持是位於香港東北、天北大約170公里左右 廣東省地震局分析 今次地震屬於主余震營 認為近期原震區發生五級以上的地震可能性不大 無線電視記者松家榮報導 來到中華略景時間 西岸醫學院有一位尼博爾籍的教授 少年就到西安求學 一齊看看他是怎樣與西安結縣 42歲的西安醫學院教授拉吉姆 1997年離開家鄉來到西安求學 從大學本科一直讀到博士後 2015年作為陝西省白人計劃特拼專家第一人 到西安醫學院任職 在他推動下西安醫學院和尼博爾國家醫學科學院 成立中尼友好拉吉姆醫學實驗室 研究兩地傳統醫藥融合發展 醫學這個東西它本身也是無國界的 各個國家各個醫生可能他有自己的經驗 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大家可以互相交流 這是非常可取的 拉吉姆在西安生活超過20年 比在家鄉還要長 現在發展得很快速度很快 你可以說三個月一來你去一個新的地方 你真的決定不了那個地方還是原來的地方 張西安市作第二故鄉 拉吉姆為中尼教育以及人民交流作出貢獻 獲頒西安市友誼獎 他期望未來中尼兩國關係發展得更好 很多人說很多國家很多朋友說 因為中尼中間有一個這麼高的喜馬拉 這個是祝國 但是我認為這個是橋梁 我希望將來中尼關係會 將到西馬拉山的新的高度 無線電視記者馮卿會報道 岸費淑州市近年派出優秀教師到海外參與華民教育工作 獲得當局表揚 聽聽他們有什麼提回 淑州市近年選派17名教師到菲律賓、馬來西亞、泰國和日本等地的華人學校支援教學 由30多年教學經驗的何麗 2018到2020年在菲律賓兩間中學任教 針對華語零基賽學生 他透過教華語歌曲、搞唱歌比賽、寫書法、背堂詩等 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 即使已經回國,大家亦都保持聯繫 一個高中畢業的學生 有心想成為華文教師 我利用業餘課語時間給他補習指導 最終我離開的時候他順利的成為造寫計畫的老師 目前已經三年了即將畢業 平時我們通過微信交流指導 他已經順利的成為助教 來自泰院的劉明龍就教中國武術 我感受到我們的華文教師還有我們的學生 對我們中國武術的一個喜愛和崇拜 學生們在以前沒有基礎的情況下 然後學習刀術還有棍術還有槍術 學生們都對中國武術一個非常渴望的一個求知 疫情期間教學要改為線上 有外派教師希望疫情過後 除了繼續有教師選派到海外 海外的華文學校也都可以派訪問團 加強彼此了解和交流 無先知識記者李澤豪報道 中國四大名權之一的盈異權 屬於國家級非為項目 山東有上派盈異權傳承人 推動非為入校園 一起看看 上派盈異權是盈異權大師上雲牆 以河北派盈異權為基礎演化而來 連發風格獨特 聯繫型遺權首先是強行遺體 第二就是能達到寂寂自立的效果 第三就是從盜學出發 以武入道 讓更多的人知道了解我們的傳統文化 自幼學習盈異權的張金濤 二千年起利用公餘的時間 宣傳上派盈異權 前年更加在直播平台 向更多人展示盈異權 有近十萬個粉絲 他還推動盈異權入校園 引導學生強身健體 由斯里蘭卡的留學生更加跟隨學習 要向國外的朋友 也更好地去展現我們的傳統文化知識 讓更多的人知道了解我們的文化 盈異權2008年被列入國家級非為項目 和少林、八卦、太極權 位列中國四大名權 無線電視記者陳雨喬報道 長春電影製片廠 利用高薪技術結合傳統手法 在特效攝影棚 打造一個接近實景拍攝片場 大幅縮短後期製作的時間 一起看看 長春電影製片廠第三攝影棚 是內地現存最早 保留最完整的特技特效攝影棚 曾經是英雄兒女等經電影片拍攝地 這一日首次針對中小型LED屏幕的電影級 虛擬製片進行深度測試 第三攝影棚 時間於1937年 在新中國電影生產階段 有好多經典影片在這裡完成 它原先也是我們最早的 全國國內最早的特效攝影棚 我們引進的先進的技術手段 還原那段更好的影片的歷史 在原有六幕拍攝環境基礎上 進行技術升級 設置東北三省第一塊LED曲面屏幕 搭建電影級XR虛擬影棚 XR是將演員實時放在虛擬世界 無需錄幕和後期製作過程 改變了傳統影片製作方式 在拍攝上它的時長實際上是大幅縮短 像我們原先計劃這個 這個是要拍三天的 但實際上估計可能一天多一點就完成了 後期目前來講 實際上是等於做一個後期前置 就是後期我已經不需要 那麼的一個大量的製作 基本上就是所拍即所得 那麼後期簡單的調色處理聲音 基本上就可以實現了 測試團隊這次選取英雄兒女原素材 以新技術重現經典故事 供電影從業者研究 無線電視記者彭堅華不道 寧夏銀川有年輕人放棄穩定的工作 到文化史集擺檔 為什麼這樣做呢?一起看看 銀川福星家史集 售賣原創手工藝品 持換手版和美術作品 充滿復古、文藝和小眾風格 當初都是九十後、零零後 李妍妃三年前 辭去招九買五的工作來擺檔 我認為穩定不一定 就只是穩定 我們覺得生活有更多的可能性 更多的創造性 而且本來就比較年輕 我們現在 幹嘛不去做些自己喜歡的事 有今日人說 比起賺錢更加提重 這裏的藝術氛圍 這是我們第二次擺攤 然後我就發現 在這裏他們會有很多年輕人 然後他們有着不同的方向 就是每個人他都有一個主題 然後有着不同的作品 去給大家展示 讓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地方 除了為作品找主人 也有人想找知音 我们也想通过这样的方式 疫情会有 因为疫情了好久了 也希望通过音乐能让大家缓解一下 就是平常稍有焦虑的这样的心情 史习摆档是内地计开咖啡店 开花店 开酒吧后受年轻人追捧的新兴潮流 表现能够兼顾自己的爱好 令生活更加有趣 母线的记者默斯文博德 清河一对藏族母子 透过影片希望令到更多人认识 和爱上传统藏族文化 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 桂南苑 莽拉乡 早前居家上堂的西安理工大学学生丹靖 偶然听到做家务的妈妈唱歌好好听 就叫爸爸拍片放上网 没想过条视频浏览量破千万 吸纳大量粉丝 当中不乏海外听众 小时候妈妈经常给我唱的 就哄我入睡 她散门比较好唱歌好听 然后经常给我唱 丹靖说 他们唱的多数是原生太壮歌 来来去去都是那几首 有些歌只哼得出几句 连歌词曲名都记不清 又说妈妈性格寡言 四十几年以来一直照顾家庭 从未离开家乡 但心里其实有个音乐梦 由于向往外面的世界 丹靖坦然大学毕业之后 不愿意回回家乡 但放不下父母 趁着在家里的日子 两母子又好像过去一样 挨着羊儿坐 比歌星回动在他们 相依为名的草原 无线电视记者黎在三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